现在行情的研判难度太高了 因为每天气氛都这么的诡决多变 所以接下来到底往上喷还是往下崩 来 红斌 我问问您的意见 你看现在降两码的一个纪律又大幅表升 你觉得中秋过后 这个礼拜到下个礼拜 行情你怎么看 好 首先因为中秋过后 其实就进入到这一周的下半周 其实礼拜四跟礼拜五 那其实分别有FED的一个利率决策 会议跟礼拜五的一个事务 所以我觉得相关的一个整体量能 可能都在这个礼拜都还是会维持缩量的 那整体的一个节奏 就跟前几天一样 都还是维持中小型股 整体的一个表现会比较活络一点点 所以大家在布局的时候 还是以中小型相关的个股去做布局 然后另外就是还有今天要跟大家讲的 投信买超的一些新的一个标的 你觉得在这次投信做账好做吗 还是要小心结账的卖牙 要看位阶了 其实所以我们今天有帮大家整理 现阶段那个整体买卖超的一个重点 因为现阶段其实台股外资都还是呈现卖超嘛 今年累积到现在已经卖了大概6000亿左右 那所以台股的一个买卖力道 所以就来自中石户跟那个投信嘛 那现在投信的一个买超的一个标的 其实和过去上半年其实有点差别 上半年其实有很多ETF的一个募集嘛 不管是00940或者是00939 这些相关的一个ETF募集 所以上半年其实投信在做买超的时候 绩效不是他最主要的一个标的 他主要是要去募集这些ETF 然后他需要把钱放到股市里面去 但是在下半年其实因为ETF的一个募集力道 其实已经缩减了 再来现在是处于ETF的一个换股的一个空窗期 所以投信买超的标的 他重回基本面跟产业前景相对较佳的一些公司 那我们可以来看一档去做举例 然后帮我放下那个6456的一个政绩 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 每天在盘后的时候会公布相关的一个投信的买卖超 所以我们去抓这种新买超的标的 然后像这一天他在前天的时候买超第一天 那隔天开在3%以内 其实你就可以去做进去了 他的现在的买超因为已经到9月底了 有一些要去做账的一个 然后再来他们也要去布局10月第四季的一个绩效了 所以有去做一个第一天的一个买超 你就把它mark起来 然后隔天3%以内 但是如果真的开高超过5% 那种就不要去追了 因为其实我们在进场的时候 一定要先算一下停损大概会在多少范围内 好那昨天这有什么一回事 出了一个大量 然后留了一个上影线 还有下影线 接钱了 放假前一定有人短线进来的 想去做一个获利调节 其实没有关系的 那以这一支股票 其实这个大量低点 高低点没有破 投信持续买超 我觉得都还有在往上推的力道 所以大家可以去挑投信新买超的标的 那隔天3%以内就可以去做进场 去做一个试单的一个动作 那这是新买超的一个标的 那有没有需要去做注意一些的 如果有投信持股比例 目前已经超过10%的 我们一定要在下半个月的时候 注意他有没有转卖的一个迹象 我们来看一下5374的一个世界 如果出现三大警讯的话 其实大家先帮我稍微注意一下 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 投信对他的一个持股比例 现在在我上到上个礼拜 其实已经来到28%了 其实我们一般来说超过10% 甚至12%以上 其实投信持股比例就相对算是过高的一个状况 那他的一个投信持股比例已经超过28% 这是我们第一个警讯 好 然后再来我们要注意他 他在下半个月 有没有从 他在跑了 从卖转卖 有 从卖转卖 这要稍微注意一下 所以这是第二个警讯 投信持股比例过高的 然后再来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技术面 技术面他已经跌破了这样的一个区间 那如果说你是布局这样的一个标的 那有出现上面三个警讯 持投信持股比例过高 他由买转卖 再加上技术面呈现弱势 其实我们现阶段就可以去做一些持股的调整 了解了 好 这两档非常重要 来接下来 好 然后再来 因为最近刚好是财报的一个空窗期 所以大家可以去检视一下稍微过去的一个Q2财报 或者是8月营收是否有呈现衰退 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6177的一个达利 达利7、8月的营收 其实都不是太好 他的一个7、8月的营收 一个月减了40几% 一个月减了80几% 所以营收的一个情况不是非常的好 像这种技术面 其实也跌破了整体整理的一个区间 那这种其实我觉得短线上也可以去做一个 持股的一个检视跟态换 会是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OK 这是达利 好 还有呢 好 然后再来 投信买超的你要去布局的标的 其实一定要去跟产业去做连结 那有时候买的一些标的 它是比较冷门的 其实并不是太强势的一些族群 那还是着重在像半导体的相关设备 AI伺服器还有细光子相关 我觉得在整体在整体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共识 跟买超力道会是一个比较强的状态 好 然后再来台股目前的一个技术面 还在月季均线之下 那我们一定要选择技术面强于大盘的 那你起码要站上月季均线之上 我觉得整体在跟着投信去做布局的话 会是比较有利己点的 好 所以跟着投信布局 哪一些是他刚买的 哪一些小心他买好买满 而且已经在走人了 好 接下来可以布局哪些 你说要跟着产业连结 我们从这个脉络来延伸 这三大产业 哪一些最近投信刚刚锁定他 好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这两档应该都是老面孔 像那个3013的陈明店 还有像6187的一个万论 刚刚柏杰哥也有提到嘛 对不对 那所以我们来今天主要来看一下 其实基本面我们就简单来看一下 其实他主要就是AI伺服器 跟他的一个散热的水冷机柜 然后万论的话 主要就是在被动元件的一个设备 然后加上2.5D跟3D的一个封装设备 好 然后再来第二档的话 其实我觉得接下来比较有机会的 是在COAS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耗材的一个部分 所以我们可以来看一下那个8039的一个台虹 台虹的一个上半年的已经赚1块8毛8了 其实他整体的一个上半年的EPS 其实还比3013的一个成名店还要来得高 而且股价目前其实也还在低档的一个位置 他的两个半导体的一个耗材 其实他主要是他第一个就是刚刚说过 他有切入2.5D跟3D封装的一个 暂时性的一个接着胶 然后另外就是在RDL重部线的一个 整体的一个暂时粘合胶在今年会提升到8% 好 那另外这是在半导体的耗材的一个部分 其实设备大家去想一个逻辑 设备是一次性的添购 那在设备都稳定之后 机台开始去做运作 那会成长的就是耗材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礼拜一昨天收盘的时候 其实像达星材料 或者像精神科技 其实表现都非常的好 所以这个接下来的耗材 我觉得是大家可以持续琢磨的一块 我们来看一下台虹在昨天收65.2块钱 其实他在高档震 这震一震怎么看出下一次发动的时间点 在什么时候以及操作策略 好 所以第一我们看一下 他这边持续性的量缩 主要是因为他去做警示 警示之后他其实呈现量缩之后 他现在其实也回到他的一个月线的一个节奏上 所以我觉得他在整体的一个三角收敛 没有去做任何的一个明显出量的一个方向之下 你就沿着月线上去做布局 其实我觉得就没有特别大的一个问题 或者等方向 好 因为方向快出来了 对 但是现在台北股市量能不足 如果是用追价的时候去做操作 可能有时候会被打一下头 所以是现阶段在操作上 还是建议就沿着月线去做低接就可以了 OK 好 另外跟产业连结 相关的还有谁 好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像是那个刚刚讲过 那个4583的一个台湾金论 他现在还在持续性的一个上涨 4583的台湾金论 他其实最大的一个产品 其实就是在星星减速器的一个部分 那2233的羽龙 他自己也有一个 就是自由品牌的一个星星减速器 那也主要就是可以应用在机器人相关的一些下置 其实减速器有大概分成三种 一种是斜坡减速器 就是在机器人的小手腕 或者小关节 就是机器人手背的 那其实就是像2464的一个蒙力 然后另外一个是叫RV减速器 那RV减速器的话 那主要就是在机器人的大背跟腰部 那接下来不管是马斯克或者是黄元勋 他们都要推出的是人型机器人 那行星减速器 其实最主要就是用在机器人的下置 它需要负重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一波以来 在那些小斜坡减速器都涨完之后 开始去涨需要负重 技术层次比较高的行星减速器 我们看一下羽龙目前的位阶在哪里 羽龙也是在高阶 而且姿态很强 而且现在投信买超的一个成本 大概就是在这边 就是跟你进场差不多 所以现在去布局的话 其实就是跟投信的成本 其实相去不大 可是他遇到的也前高了 这种进场操作的节奏 你会怎么建议 其实现在进场节奏分成两种 他现在就是在走一个这样的一个区间 保守一点的 其实我觉得你就回到月线 再去做买超就好了 那如果说冲一点的 我们就来看一下 他下一次放量的一个时间点 如果他下一次放量 因为这一天的量其实并没有到非常的大 所以说下一次的预估量 其实有超过大概七千张左右的话 那天就有很大的机会 站上前波高点一百八十块的一个位置 再上去短线就没有阻碍了 对就没有阻碍就海过天空了 好这羽龙还有两分钟时间 这两个我们找一个题材来说好不好 好这个大家都比较熟了 我们就不看了 我们来看一下那个3227的一个原项好了 好原项的话他主要就是在电竞滑鼠嘛 在下半年他有推出那个任天树 会推出那个switch2嘛 所以他的一个整体的一个业绩 应该都还有机会再往上去做一个成长 好然后再来AI带动感测元件的一个需求 那个技术大幅提升 这些都是他新的一个题材 那我们来看一下他的一个原项的一个技术面 加上投薪的一个买超 昨天是创高的耶 对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盘式中 他投薪买超新买超的标的 其实都还是会有蛮好的一个机会 那现在正式的突破这个整理平台 那其实就一样嘛 拉回转压力转支撑 支撑没有去做跌破 大概在十日线左右的位置 我觉得都是布局的一个好时间 所以原项现在卡位安全 我觉得是非常安全的标的 只要投薪没有去转做卖超的一个动作 太清楚了 谢谢红斌请先回座了 怎么跟着投薪来做 接下来两个礼拜的作账行情 哪一些投薪刚刚买 但红斌也提醒了 哪一些投薪已经买满买好 最近好像有一些脚底抹油 操作策略还有各股的题材 用给你做参考了 好今天的最后我们要告诉您 这风向改变得太快了 刚刚进广告时间 薄吉老师才在说 其实昨天做的资料在今天 好像就要开始做大幅修正了 那今天恭喜你看到我们的节目了 明天的操作策略 应该做什么样的准备 休息一下 短短三分钟 专家给您做提醒 投资市场顺习万变 今天的利多很可能就成为明天的利空了 所以怎么样随时能够掌握最新讯息 重点是做出专业的解读 而且化为精准在操作上的多空判断 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前线百分百 每天带你掌握全球最新讯息